不管国产叫什么名字 我只要讲一件事情 日本也在研究国产 他们的国产在今年年底可能会上市 一样紧急授权 一样免疫桥接 只不过台湾比他早了至少半年 所以卢医师说非常清楚 在面对国际疫情依然严峻的情况下 其实台湾是非常稳健的在做防疫的工作 但是我们的在党是完全看不见 甚至要把那疫情爆发的责任 归咎给执任党 而且是完全没有证据可言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 反正你执任党不到见下台 我就耍赖 我就这个到处闹来玩 现在国民党的策略 民进党现在在那边如何 如何的去应对 也就是说从礼拜二到礼拜五 现在是不是有一一破解 蓝引的招数 其实我们的角度就是尊重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 我们认为说他是在野党是少数党 那我们也是曾经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所以我们也认为说 你只要是有任何的意见 我们都愿意倾听 所以当时候他们认为 要3加11的专案报告 我们也说OK 然后说要疫苗的专案报告 我们也说OK 所以在一开始并不是施政报告 一开始就是3加11 再来就是疫苗 两个专案报告 那3加11当时候 国民党就是不敢问 他就故意弄说 你12页的这个报告 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要求 那我们就说 那你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的要求就是3加11 就是破口 你要承认你要盗窃 我说你胡扯瞎扯 你已经画了一个 这个目标在那里 说你就是要这样子 而且你就是要这么承认 你没有承认这样的一个指标 我就不承认你这个报告 这印栽账的意思就对了 对啊这什么逻辑 然后呢如果承认之后呢 你是不是就叫 陈时中下台 树贞昌下台 这就是你们一连串的戏码 可是今天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都有一个准则啊 不是你国民党说了算 所以在3加11那个报告出来的时候 国民党不敢咨询 如果你认为这12页的报告 是不符合你的 那么里面有很多 完全是胡搞瞎搞 好那你可以用你的咨询 把它一一点破 让苏贞昌院长 没有话可说 让陈时中无法在台上辩驳 这样才是你国民党厉害的地方嘛 可是不是你选择了不咨询 然后用乱的说 只有12页而已就用试报告的 试了报告你就认为这些就不存在了吗 就完全无理举闹就对了 就是无理举闹 好 他说你3加11 12页太少了 我需要哪些补充 我们也再一次补充 我们也补充了5页 行政院也补充了5页 然后这5页附上来之后说 没有也不是我要的 因为里面没有说 我承认3加11是破口 他讲得这么直接 那你再做20页再30页也是一样啊 你把它解释清楚 你甚至把所有的过程都写得非常的 这个连谁做决策的等等都已经写了 他还不是 他还是不接受 只要他们设定的答案 你们要照着讲就对了 没错 你就照着讲 否则我就是不承认 好 我们也一忍再忍 到了当天施政报告的时候 我们一大早 前天晚上我们先去 先去到了这个门口 然后守住门口 然后第一时间进去 他人数少 然后抢输人家 他们只有顾到前门 没顾到后门 他们是新的委员吗 或许里面有新的委员 但是飞鸿太你 那么多届的 你是资深的 里面有多少资深委员 你不知道前门跟后门都会开吗 你不知道前门跟后门都一起守吗 你自己人数不够你只有守前门 然后你现在 人家说 拔输轎啦 然后在抢啦 抢说 你们后面先开 什么叫先开啊 如果你后面也有 也有安排人在那边守的话 请问那不是大家同时进去吗 是因为你国民党不够团结嘛 你们叫不动嘛 然后呢 里里浪浪嘛 所以只好你们只人数够守前门 没有办法守后门 连抗争都没有做好功课 没错 然后呢 输了 然后就黑白灰 说你们人家提早进去了 你们什么前门后门都开了 然后要求 他的195个提案里面 居然说 有要解讨议事人员 所以我们说那胡搞瞎搞啊 我让大家看到 他今天好 为什么刚刚瑞雄会说 今天本来我们就想说 你既然是要排嘛 你要排第一个进去送案子嘛 那你就准备要省了 你要用冗藏 中国事犯在这件事情是 他不去减少 他不减少他的战狼外交 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他会减少一句话是 台湾现在声音太大 已经大到他们没有接 没有办法再忍受 所以他才会有那么一句话说 像什么马炸的声音 你当你说这句话 其实你看中国的任何的说法 你要倒过来思维